初二回洋家 记得和妈妈一起收看 媳妇的美好时代 当人家媳妇 一定得管住男人的心 管心 管 管心管位 管手管脚 还管钱包 你们谁管钱 谁就是完蛋 中天娱乐台 周一至中午晚间八点 媳妇的美好时代 在歌迷们心目中 永远的彩虹凤飞飞 公布病逝消息之后 那么第一个周末假期 就有许多的凤迷 是来到了她的老家大西平调 很多人拿着地图 说一定要来看看 凤飞飞小时候所居住的洋房 还有她所玩耍过的广场 拿着地图 按图所记 凤飞飞公布病逝之后的 第一个周末假期 她的老家大西 也涌进了许多歌迷来参观 还规划了凤飞飞旅游路线 可能去看看她的生活环境吧 然后就是周遭一些 可能经典再逛一逛 歌后老家成景点 就连大西老街上的帽子店 搭着帽子天后的热潮 声音也是呛呛滚 她说那顶帽子长得像凤飞飞的帽子 所以她就买走了 很开心就买走了 帽子的声音有没有声音比较好 有啊 好多啥 大概五成 凤飞飞的儿时回忆 都会提到这座官省帝君庙 五六岁时候的歌后 老宅就在后方 她不但会在这座广场游玩 更会走下扬长小镜 到旁边的田梗里吊嗓子 下个就提一个吉他 往这边跑在那边等车去谁唱歌 小镜下过去可是一大片田地 凤飞飞小时候就背着吉他来练唱 隔了五十年 田消失了 只剩下杂草汉来平吊她的歌迷们 我们刚有过去 有啊 我们过来就是想要来逛逛 凤鸣不会错过的 就是这老街上的四层楼欧式洋房 这里可是凤飞飞的老家 里头还放着她的照片及亲笔签名 就在老家旁的切仔面 也是凤飞飞的最爱 每回回到大席 总是要来上一晚 就百年老店 凤飞飞也常常来吃 小时候也常常来吃 凤飞飞虽然过世了 但是仍有许多歌迷来到她的出生地怀念她 也要把这一代歌后的身影 永远留在大溪 中线林志达染 想陪SNG小组 大溪采访报道